中国并没有因为变得富裕而变得更民主 相反的中国变得越来越不自由 英国智库在最新报告中得出这个和中共大外宣完全相反的结论 2月9日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表2021年全球民主指数报告 调查了全球165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政治情况 报告发现去年只有6.4%的人口生活在充分民主的国家 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仍生活在威权统治之下 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中国 在民主指数排行榜中中共统治的中国被归为独裁国家 评分从2006年的2.97下降到2.21分 排在第148位接近全球排名的末端 中国排名逐年下降 这个也是都是有外在的表现 比方说从香港民主运动被镇压 一直到国安法 香港方方面面遭到中共的打压之后 在国际上被曝光 让世界各国看清楚中共的本质 报告从多个方面对中国进行评分 在选举和多元化方面 中国得了0分 因为没有自由选举或普选 也没有多党制 在公民自由方面 中国得了0.88分 因为没有自由媒体 没有言论自由 网路受到限制 也没有自由的工会 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法律面前也没有真正的平等 其次中国的民间产权也得不到保障 例如去年中共政府发起的 所谓共同富裕运动 对企业家进行打压 这个制度决定了 政治会更加黑暗 经济会滑坡 甚至会弄到这个崩溃的边缘 社会会倒退 老百姓会远生再到 人民的这个生活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其次在国际上 它会越来越孤立 越来越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所以它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过程里边 也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反观与中国大陆一海之隔的台湾 却表现非常亮眼 在这个报告中 台湾得到了8.99分 是从2006年以来的最高分 尤其在选举过程和多元化 这个小项目上得到了满分10分 在排名上 台湾获得第8名 首次挤身全球前十 而且也是亚洲唯一挤身前十的 充分民主政体 另外在民主指数排行榜上 挪威位居榜首 排名第二的是纽西兰 之后是瑞典 芬兰 冰岛 丹麦 爱尔兰和台湾 而倒数第一的则是阿富汗 倒数第二的是缅甸 北韩倒数第三 新唐人记者孟兴奇 长春 陈建民 采访报道 对我好 好 谢谢大家